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被不少网友调侃为债王 而在最新的奥特曼 罗布奥特曼中 爱染城使用黑暗欧布圆环变成了黑暗欧布 他们两个到底谁更强一点呢 今天我们就来用数据对比一下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 奥特曼黑化会增强几乎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但是在欧布奥特曼这里却没有出现 比如从百科上的资料显示 四项速度中 不论是哪一个 黑暗欧布都比正牌欧布要慢0.1码 而跳跃力 握力 腕力 也都相应的低那么一点 最熟悉的一点就是 欧布那可是债王啊 剑前辈的力量那是毫不熟的 各种各样的形态重出不重 如果加上街机里面的各种各样形态 欧布奥特曼可只有26种形态主流 而相比较之言呢 黑暗欧布只有剩一种形态 显然要比债王差多了 不过两人的欧布圣剑技能差不多 黑暗欧布能够运用圣剑的各种属性技能 这一点还是很强的 而从欧布圣剑的转盘上看 爱染城很明显对欧布圣剑进行了升级 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 红凯那么多的前辈力量可借 爱染城就运用科技的力量 给自己进行了加强 首先是用八个人类 进行黑暗欧布水军的激活 其次是欧布圣剑上面的属性 欧布圣剑上面的属性是火和土 而黑暗欧布的圣剑 则是对应圣剑成的岩和岩 果然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而从剧中的实际表现来看 黑暗欧布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前两集暴揍啰嗦不如奥特曼 不过这对兄弟的战斗力确实有点低 跟欧布面对过的敌人相比 黑暗欧布的战绩很明显就不够堪了 如果这两个奥特曼打起来的话 我相信一定是欧布战胜黑暗欧布 怎么说呢 因为第一 爱染城是红凯的超级粉丝 肯定不会使用权力的 第二 就算黑暗欧布用欧布圣剑压制了欧布 只要红凯仓拿出那位大人和贝利亚的卡片 哎呀 我保证三分钟能把爱染城打得杂都不胜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期节目 请给动漫星期人 点赞 收藏 加转发吧 我是G&D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